三三旅游巾 跟着三三去旅行 不会迷路不会瞎 怎么玩如何走 幸福感觉跟着走 三三主持 哈喽朋友们大家早 这是Leo 今天是12月8号 现在是早上10点半 外面天气好得不得了 今天的天气将会到80度以上 所以换句话说 我们又是在一个冬天里面的夏天 Iris不在 所以今天还是我来跟各位 在未来这30分钟里面 跟大家聊天 今天早上一起来 我想出门上班的朋友们 可能碰到的事情是 有些地区会有些雾 开车就请大家都小心 不过现在讲已经讲完了 该上班的人也都上班了 现在外面雾也散掉了 另外一件事情让大家就关注的事情 就是我们的这个女蓝的这个球员 Brinny Greener 据说已经被俄罗斯给释放了 而且在回美国来的路上 这个是大家现在都在关切的事情 然后也都在看这个事情的发展 那他之所以能够回来是因为美国用了一个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军火商 去跟他交换 跟俄罗斯交换 等于是换服 把这个Brinny Greener给换回来了 那他是美国职业女蓝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球员 他打的是这个Finish the Mercury 这个是关于在美国本土的一些活动 就是我们现在关注的事情 因为在今天节目里面要跟大家聊一个事情 我在今天一早的时候 那个跟我们在台湾的一些旅游界的朋友们 我们有一些这个彼此的对话 那对话的内容是什么呢 就是台湾的这个旅游旅游社的朋友就问我说 嘿 Leo 这个现在台湾人到美国来 那登机前是不是还是要秀他的这个疫苗接种记录 那如果没有疫苗接种记录 是不是不能登机 这个的确让我做了一点小小的功课 因为我自己我在这个上个月 就是11月的时候 曾经因为出差去了一趟台湾 还有这个越南 然后再回到休斯顿 在整个过程中间 我没有碰到任何就是说 登机需要出示我的这个疫苗卡的这个情况 但后来我就仔细的在这个网路上 我再去做了一些搜寻 因为要回答人家的话 你总要把它搞清楚 不能就凭我自己的直觉就去回答 所以我搜寻了一下 我发现的确目前在台湾 如果在台湾他持这个中华民国护照 就是说他持非美国护照以外的护照 要来美国的话 他的确是要出示他的这个疫苗接种的记录 然后要填一张表 这个表是关于他疫苗接种的这个statement 那这的确是让人蛮surprise的 因为我们自己进出 我们没有碰到这样的情形 后来我发现就是说的确 在美国护照以外的护照 是要有这样的要求 那静下来想一想 的确美国的接种率算是相当的高 因为有这么高的接种率 所以这边也达成了某一种程度的 这个共同防疫 然后再加上就是说这个 因为接种率高 所以即使在美国你得到了 你被感染了或者说是这个确诊了 那个症状也都还是在一个可控的范围 因此这个接种疫苗相对来讲还是重要的 那有些朋友讲说 在美国有很多人也还是没有接种 对的确还是有一些人没有接种 但是就是说因为接种的人 已经达到一定的程度 所以他让这个扩散的这个能力 以及就是说他重症的几率相对减低了 那所以换句话说 每一个人我们自己在评估自己的身体状况的时候 在做要不要接种的这个决定的时候 那就很多事情可以去考虑 比如说你身体的状况适不适合接受 因为有些朋友 他的身体情况真的不适合接种疫苗 但是因为大家都接种了疫苗 所以对这些没有接种疫苗的人 也某种程度达到了一定的保护 拿外国护照来美国 他要提供他疫苗的这个证明 然后来美国 其实也没有错 因为想想看 从外国拿外国护照来美国 那我们先想 当然而他是外国人 那他在美国可能没有本地的这个健康保险 或什么的 那如果说他没有接种过疫苗 来到美国确诊了 那是不是要接受治疗呢 那接受治疗的话 那个成本是不是相对会很高呢 因为在美国的朋友们 我们都很清楚 就是说美国的这个医疗备用 的确是算相当高的 如果你没有这个健康保险的话 所以我是建议朋友们 那这个告诉你在海外的亲戚朋友 如果他们有计划要到这个休斯顿来 来这个不管是来跟你探亲啦 或者说是来聚会啦 跟他们讲赶快把握时间 去把这个疫苗给打了 免得到时候临时要上飞机 突然发现 哦 没有打疫苗不能上飞机 那就的确是挺扫兴的 对不对 同时我也问了这个航空公司 我目前还没有得到肯定的答复 如果晚一点我得到答复 我会跟各位再去update 就是说 因为有很多朋友 我知道住在休斯顿的朋友 那他拿的是台湾护照 他可能是这个 这个这个拿绿卡的居民 拿的是台湾护照 或者是拿的是大陆的护照 可能因为现在疫情慢慢都在解封中 台湾是已经完全解封了几乎 那大陆最近这几天也都开始看到 先先后后的解封 那可能大家就会想说 哦 我要回去处理一下 我在家乡的事情 如果你拿的不是美国护照 你从休斯顿起飞回 不管是台湾也好 或回大陆也好 能不能够上飞机 这个我正在问 还没有得到一个确定的答复 可是在这边 我还是要跟朋友们建议 就是说也许因为 从台湾上飞机 或者从国外 美国以外上飞机 拿外国护照 你要有这个疫苗接种证明 这是美国CDC的要求 OK 那从美国飞到别的国家 那我们就要配合别的国家的CDC的要求 那别的国家CDC有没有要求 可能没有 所以换句话说 你可能会碰到我们讲踩到地雷 你可能会碰到这个状况 就是你从休斯顿去没有问题 然后完了以后 从那边要上飞机回来的时候 突然发现 要出示你的这个疫苗记录 所以朋友们 如果说你拿的是外国护照 不是美国护照 那你最近有出国的这个计划的时候 千万记得 一把你在美国的这个接种的这个记录 就是我们的那个疫苗卡 带在身上 最好是把它隐映下来 最好是隐映下来 因为疫苗卡掉了 你也没办法补发 对不对 所以最好隐映下来 多隐映两份 带在身上 就以防万一 万一你在回程的时候 他们要求你出示你的疫苗记录的话 你有东西可以去出示 证明你打过疫苗 万一你没有打过疫苗的话 那这个旅行 你就要考虑考虑 要把这个 这个规定要搞清楚 免得到时候飞出去没有问题 飞回来 回不来 OK 这是关于这个 没想到我们在这个 2022年12月的这个时间 我们还在谈 COVID-19 COVID-19到今天 刚好整整三年了 从这个武汉 回报的第一个案例 在12月到今天 已经是整整的三年了 这三年下来 大家所经过的 真的也是蛮多的 从这个恐惧到担心到怀疑到这个看到希望 一直到今天 三年下来不简单 大家都努力了 每个人都努力了 那我们希望就是说从今天以后能够越来越好 不过 不过 上个礼拜我看到这个新闻是说 在加州地区 这个染疫率 它其实是在增加的 尽管就是说 它是没有重症 没有什么重症 然后完了以后就是像一个流行感冒流感一样 这个但是它的这个这个确诊率是在增加的 所以我建议朋友们就是说 如果说你有计划 不是说去国外 即使去国外 就是说你有计划要搭飞机的话 我的建议还是戴上口罩 没有什么不好 对不对 那对自己来讲也是一个保护 然后另外来说的话 多了这一层的保护 它可以几乎可以确保你 不会因为确诊而影响你的既定的旅程 不是吗 对不对 免得扫兴嘛 不过就戴个口罩而已 这三年下来 我相信大家都已经看到一个事实 就是说戴口罩的确是有用的 然后勤洗手是有用的 所以戴一个这个sanitizer在身上 对大家来讲都绝对是一个保护 这个是关于这些疫情的东西 那现在时间已经10点44分了 好快啊 洛里巴说跟大家讲了这个 讲了十几分钟 10点44分我们休息一下 然后听点广告 我喝杯咖啡 然后再聊 OK OK 朋友们我回来了 其实很有趣 每一次我都利用这个广告时间 去弄一杯咖啡 然后在下半场的时间呢 以免喝咖啡 以免跟朋友们聊天 在这边跟大家update一些东西 就是关于航空公司的航班 目前为止 我们还没有听到 国航的航班 复航的这个讯息 我们也期待 国航能够尽早的恢复 他的航班 那至于在长荣来讲 现在是12月 目前他每一个星期 飞五班 分别是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还有星期天 星期六 对不起 星期一 二 三 四 六 这五天的时间 从休斯顿起飞 是在晚上11点多 从休斯顿起飞 然后到达台湾的时间 是你起飞当天的 加两天 在早上六点钟 抵达台湾 然后到1月14号之后 长荣会恢复 他的这个 daily的航班 就是每一天 都有的航班 那相对来讲的话 就方便了很多 OK 然后我这两天 反正就是刚好嘛 我就看了一下 这个长荣的这个app 看长荣app 我发现一件事情 它多了很多的功能 尽管就是说 这个新的功能 长荣那边也还没有 正式的告诉我 但是我看得到的 就是说 它有很多这个新的服务 比如说什么 预约报道啦 比如说选餐啦 选位啦 这些东西 然后甚至它还有 就是说免费的 机上无线网路的 这个体验 然后另外在app里面 它还增加了很多 其他的东西 比如说接驳巴斯啦 免税品的这个预购啦 这些东西 都是提供你 让你这个 在旅行上面 能够有特别的方便 让你在这个 从休斯顿飞到台湾 15个多小时里面 不要这个 觉得有不舒服 而且尽量让你觉得 特别的舒服 那这个是关于 长荣航班的讯息 讲到长荣航班的 这个到达时间 其实 它是在早上6点钟到达 所以换句话说 在这个朋友们 你在规划旅行的时候 我会建议你一件事情 因为它是早上6点钟到达 如果说你旅行到台湾去 然后你是住在旅馆 你不是回家 或者说是回亲戚朋友家的话 你住在旅馆的话 那我会建议你在 这个订房的时候 千万要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尽可能 多订一个晚上 然后通知旅馆 跟他讲说 你是早上6点钟会到台湾 因为到台湾 其实机场出关的速度 算是相当快的 6点钟到台湾 平均来讲的话 大概30分钟到40分钟 你已经会到了这个 这个这个路径大厅了 你都可以搭买这个 local transportation 然后去你要去的地方 所以换句话说 如果说你去台北 你大概 我看 等于是8点钟左右 因为那早上是上班时间了 大概早上8点钟左右 你就可以 这个到台北了 那你到台北以后 你到了旅馆 或者说 其实一个小时 到8点钟左右的话 也可以到新竹 是应该是没有问题 那你到了旅馆 然后旅馆跟你讲说 对不起 您check in的时间 是下午4点钟 那真的还蛮扫兴的 下午3点钟 一般现在旅馆的check in时间 都调整为下午3点钟 所以那还是蛮扫兴的 那你想想看 飞了十几个小时 你总想说 我好好洗个澡 然后换个衣服 然后再出去玩嘛 对不对 那这时候没有办法 所以如果说 你能够提前一天 把你的房间给定了 那这个时候 你到的时候 你就可以直接进到房间 去把行李稍微整理一下 然后自己洗个澡 换个衣服 出去吃早餐 对不对 那我想 如果说是去台湾的话 那肯定是要去烧饼油条了 真的 油条说实话 还是台湾的好吃 因为在那儿油条 炸的比较脆 奇怪 在休斯顿为什么 我就不懂 在美国为什么 油条就是不脆 在收音机旁边的朋友们 聪明的 你告诉我 为什么 在美国的油条 不脆呢 我到现在 我都想不透这一点 你知道 好 那如果有聪明的 你知道的话 就麻烦你告诉我了 为什么会不脆呢 那所以换句话说 到了台湾 尤其你早上到 对不对 第一件事情 是一个脆脆的油条 再配上 那个好喝的豆浆 浓郁的豆浆 那真的是这个 非常快乐的一件事情 OK 好 哈 我刚刚看到我的line 呃 我们航空公司的朋友 回我信了 哈 回我讯息了 OK 如果你拿的是台湾护照 你从休斯顿起飞去台湾 他不会问你 你有没有疫苗接种记录 OK 他不会问你 有没有疫苗接种记录 可是 可是 就因为他不会问你 有没有疫苗接种记录 他会 他会 好心的提醒你 从美国 从台湾回美国的时候 你需要有疫苗接种记录 哈 但是有时候真的就是说 这边的柜台 check in 你知道 长荣的航班 从今天开始 all the way 到一月中 几乎班班都刻满 所以你想想看 如果说你去机场的时候 check in的时候 那边一定都很忙 万一他们一忙 他没有提醒你 你回程要有这个疫苗接种记录的话 你可能就 拿着台湾护照 飞到台湾去 然后 也许你在那边 两个星期或一个月的这个 假期 然后回来的时候 突然发现你上不了飞机 OK 这个部分 千万要请这个 拿非美国护照的朋友们 那你如果说出国 从休斯顺出去 没有问题 你如果没有打疫苗 没有问题 但是你如果 有打疫 但是你回来的时候 要注意 你回美国的时候 你要出示疫苗接种记录 而如果你打过了疫苗 那我建议你 把你的疫苗记录 make a copy 跟你随身带着 你回来的时候 不会有问题 好不好 这是因为刚刚得到 他们的讯息 所以在这边 再提醒一下 感恩节过了 圣诞节快到了 你们家 Decoration做了吗 我觉得随着小孩子 年纪越来越大 小孩子慢慢长大了 这个Decoration的这个 那个热情 慢慢也变小了 我们家呢 有一个充气的狗 充气的圣诞狗 大概已经用了四年了吧 厉害吧 那一只充气狗 四年还没有换 你知道 就每一年圣诞节前 就是感恩节后 圣诞节前 我们就把那只狗 就请出去 把它这个 定在院子里头 然后买了一个 这个LED的 那个圣诞灯 它会转转转 然后这个 看起来还蛮喜气的 蛮开心的 大概这就是 我们家每一年 在户外的 这个圣诞的 这个装饰 然后我们家何小姐 去买了一些 小的挂饰 挂在我们家 这个车道的 这个Gate上面 这个大概就是 我们每一年的 这个工作 然后在家里面的话 我们会挂一些 这个彩条 然后有个 小小的圣诞树 那是我们家 何小姐 跟我们家姚小姐 两个人负责 这个做一些摆饰 然后感觉上 还是蛮有 那么点圣诞气息的 我不知道 您准备的怎么样 你的圣诞 准备什么过呢 不知道 今年看起来 我们可能会有一个 暖暖的圣诞节吧 起码 看这个礼拜 跟下个礼拜 这个气候来 去看的话 都是暖暖的 好 可是 我到现在为止 我还在想 有一年 我是在圣诞夜出差 然后12月24号 我飞出去 然后飞在这个路上 等我到了这个目的地 一下飞机 我得到的第一个讯息 还有第一批照片 就是家里面拍给我看的 休斯顿下大雪 然后孩子们 他们开开心心的 在院子里面玩雪 那是让我觉得蛮 蛮纠结的一个圣诞节 你知道吗 我居然没有看到雪 然后那一次 对我记得那一次 我是到北京去 然后到了北京 下了飞机 然后就看到外面是 有白白的积雪 可是没有下雪 那我就想说 好吧 我在休斯顿没看到雪 那我这回在北京 我应该看到雪了吧 对不对 零下十几度 居然那一趟在北京 零下十几度 我还是没有看到 似乎我跟雪 有没什么圆 你知道 然后包括像去年 那个休斯顿也下大雪 不是吗 然后那个时候 我不再休斯顿 等我回休斯顿的时候 那个雪灾已经过去了 唯一碰到的问题 就是我们家的这个 雪龙头出来的水 都是黑的 然后这个 花了好 好长的时间 把那些水给漏掉 然后包括就是说 那个油管制里面 因为冲刷出来的那些雪靴 你知道 发了一些精神去处理 那个 那基本上 那个雪灾对我们家 倒并没有造成太大的伤害 可是仍然没看到雪 不知道今年会怎么样 那我们就期待吧 对不对 那我们也希望就是说 在这个疫情和第三年里面 然后我们慢慢都走出疫情的这个情况之下 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一个很愉快的这个Christmas 那个包括一个很开心的一个新年 但是仍然 但是仍然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 休斯顿机场现在正在这个 休斯顿机场现在正在整修 那尤其是这个International Terminal 那那边的交通特别的拥挤 如果说你出国回来 那你要做好计划 这个那边接机 那真的是大排长龙 大排长龙 那千万根你要来接你的人 能够做好计划 看怎么样的这个彼此能够在最有效率的情况之下 能够碰到 然后这个方便的上车 那出城的话 千万技术要提早的去机场 千万要提早去机场 因为你还要把这个堵车的这个因素加进去 别到时候 你明明是找到了机场 但是堵在外面就是进不了机场 那可尴尬 对不对 那这个东西跟你这个转机又不一样 你不能说OK 我拎着Bower 我就从Terminal A跑到Terminal B No 你要拎着行李 不行的 OK 所有东西都要提早 好 在这边祝大家 有一个快乐的这个假期 有一个快乐的旅行 OK 我们下次再聊 拜拜